哈喽,我是老雷 要不要跟你们讲一下我的拉拉车怎么被消失了呢 对我自己来说有点伤痕,有点trauma 我还是讲一讲吧 首先,你可能在想什么是拉拉车,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Brad 那个格鲁加姑娘,我的那个好朋友 上个月陪我徒步,匈牙利啊,斯洛伐克啊 奥地利的小部分呢,那个朋友 他现在回到格鲁加了,我前两天跟他通电话的时候呢 他说你那个我,你那个YouTube频道中文的那个 你的观众百分之多少人知道你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频道 就是分享徒步的那些事情的一个频道 你的观众会不会认为你纯粹和讲政治 没别的 我说我不知道 应该可能百分之六十知道吧 百分之四十不知道 或许吧,我也不知道 你们看看我的拉拉车吧 那,这个就是中国制造拉拉车 我在账业 一个王师傅 汉铁的一个师傅 帮我做的 在乌兹贝克斯坦 我们发生了车祸 然后他死了一台 但是那个时候 基本上全部都废了 全部都不能用了 但是前面那个 这个地方 还能用 所以说我当时在乌兹贝克斯坦 我就问那个师傅 我说他叫Zafar 我说Zafar 你能不能 原来的那个材料就用上 这个能用就用吧 因为我不想让原来的拉拉车 彻底撕掉了 所以 现在这个拉拉车是乌兹贝克斯坦做的 但是前面的一部分呢 还是中国张燕那个时候做的 然后这个拉拉车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 我正在试图从中国 把它用土布的方式呢 拉回我的家 在德国北边 我现在已经算到德国南边了 这个就是德国南边 在UIM附近的 所以说按理说不远了 这个拉拉车和我呀 按理说 按道理来说可以 不知道 再过两三个月就可以回到家 然后就可以休息了 这个就是我的拉拉车 就是这个拉拉车 我的好朋友 拉拉车 前一段时间呢消失了 被别人 没受了 没了 把我吓死了 一个时候 我为什么想到要跟你讲这个 就是因为 其实 我最近很忙 没有时间 没有精神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跟你们讲 因为 其实我希望你们可以理解 我为什么没有时间 没有精神呢 为什么想到这个呢 因为我前两天呢 我在路上碰到一个中国朋友 一个中国哥们 我 本来我根本没有想到会这样 只是因为我 我这儿是一个 土不拉街那种 那种乡下的地方 知道吗 鸟不拉屎那种地方 一个 这个还不是土路 但是那天呢 前两天呢 我在土路上呢 我在那土步啊 没有想到会碰到中国人呢 碰到德国人也不多 突然我发现 那土路是 左边是玉米 右边也是玉米 那种土路 知道吗 突然我看到一个 骑的自行车的一个人 从原方骑过来 小小的 因为远嘛 但他慢慢变大了 因为近了 对不对 我发现 首先好像是个男的 其次呢 好像是亚洲面孔 但是我依然没有想到会是中国人 因为我在德国 要是碰到一个亚洲面孔的人 那或许 就是一个德国人 对不对 或许不知道 父母是越南人呢 或者是中国人 或者是日本人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不会看到一个亚洲面孔 第一 就想到 是不是中国人 我要不要说你好 对不对 我不会 所以说在那个男的 他起过来 他马上要从我身边来过 我就打招呼 因为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这么 这么荒凉的地方 乡下嘛 碰到的人 本身就很少 对不对 可能就八个小时一个 那我还是打招呼吧 礼貌 对不对 我不想好像 我当做他不存在 或者啥 武士 所以说呢 过来 我就哈喽 然后他也哈喽了 在他看 看到我的时候 他 他的脸有一点 有点 有点 丰满 有点 婚姻的那种 挺可爱的长的 那个 那个小伙子 看我 看着我的时候呢 他的眼镜突然变大了 就感觉好像貌似我要看到这个 这个白眼子 看着 呃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就 哗而过 因为骑着自行车嘛 快 结果我 我 我继续走 对不对 在我还没有走一个 我也不知道 30步 40步 突然我从我身后 有听到一个声音 你猜那个声音说什么呢 老雷 我转过去 他呢 这个自行车停下来了 下来了 朝我这个方向看着说 老雷吧 我说是 是 他就起过来 很激动 一个中国朋友 他叫 壮壮 这个壮壮呢 哦 天哪 一堆小朋友 给你看干嘛 德国小朋友们 要踢球 听音乐啊 玩 踢球 那个壮壮 我介绍呢 说来自河南 在德国有十多年 在这上班定居了 有的人会看我的视频呢 我说咱们先喝点茶吧 我不是路上的一般 我都会有一些茶水 我就要来喝茶 他说哎呀不用不用不用 我说你敢 你知道我是谁 我是谁的爹对不对 我请你喝茶 你敢拒绝 他说好好好 我就跟庄庄在那坐着 好像正好有一个可以坐的地方呢 我们在那喝茶聊天 于是那个壮壮就问我一个问题 说老雷 你是不是不想录视频呢 我说啊 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就是什么让你认为 我不想录视频呢 你壮壮就说因为 你很久没有更新 不是吗 接近两个月了 就是阿福告你那个视频之后呢 你再也没有录视频 是不是不知道 喷子太多了呀 被网爆了呀 或者是不感兴趣了 我说不是 就是首先 阿福告我那期视频 其实让我挺满意的 你们应该也知道 对不对 就是首先我 我做那期视频的时候 我确实很费劲的 你们也看得出来 对不对 我很用心 但是你们的反应也太好了 很多人看 很多人转 很多人评论呢 而且绝大部分人都支持我的 反正我看到的声音 绝大部分都是支持我的 让我心里暖暖的 真的 就是怎么说呢 那个事情本身 本身阿福告我那个视频 不是一件开心的事 对不对 跟我心里很累 但是事情之后呢 感觉有一个说法了 首先法院给了一个说法 对不对 其次呢 你们也给了一个说法 你们支持了 包括发生了一些 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德国朋友 也是汉学毕业的 一个德国朋友呢 给我发细信 说好嘞 你做的那些事情呢 你要知道 它不是完全没有用的 我说 怎么这么说 不是完全没有用的 他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 他跟一个 他正是一个中国人 一个聊天对话 那个人好像是比较 比较亲共的 比较支持 我儿子平平或者啥 但是那个人 给他发私信的时候说 看了我的那些视频呢 关于阿福的那个 首先支持我呢 其次呢 好像感觉从我的视频呢 了解到了一点 法治社会的一些 基本道理 就觉得挺好的 那我真的只能说 我心里 我心里很舒服的 我心里踏实了 谢谢 有一些小屁孩在那踢球 说到哪 说到网报 对不对 被喷那件事 我也不喜欢 但是最近首先 基本上没有 我没有被喷呢 再其次呢 我也不是很怕 一般这种网报 你要知道的是 他会大概四五天 他就会过了 这种Shitstorm 一般都是这样子 你四五天呢 会很惨的 然后就过了 我忘了我是哪一年 好像是 14年还是15年 那个时候 还上微博的时候 第一次被网报 那个时候真的很厉害 我人在德国 那个时候 在汉堡 我好像说 卯胖胖 是中国的希特勒 记得吗 那件事 那个事情之后呢 我忘了是 环球时报 还是工青团的 某一个什么 所谓媒体什么的 发了一个漫画 把我画成狗 然后各种喷我 各种网报 而且网报到什么地步呢 给我手机打电话呢 德国号 那个号 基本上 我会 我会 给一些好朋友 一些我认识人 还有一些记者 还有一些那种工作关系吧 什么那种 我也不知道 我的 我的编辑啊 或者啥那种人 我不知道是谁 把我的号 转给那些 那些喷子呢 但是 那个时候就给我打电话 问过我的家人啊 主次类那种 真的 那个时候很过分 但是也是四五天的 四五天后 过了 没了 这就是网络的那种 attention span 这就是短 所以说呢 不要 不要特别害怕 嗯 我不录视频呢 是因为 我没有时间 我没有时间 没有精神呢 徒步 很累 我 我一直会发生一些小事情 要么是小事情呢 要么是大事情 先给你们讲个小事情 我昨天其实这期视频呢 我已经讲到一般了 就就 只要继续 继续说就可以了 但是那个时候呢 我在一个小镇 在一个那种 好像 也是类似于这种地方呢 看这个上面呢 有一个楼顶呢 我在那 我在那躲鱼 我在那坐着 录我的视频呢 突然 看到一个 一个家庭 两个成人 一个小孩 他们过来说 你在干嘛 我说 我准备在这睡了 你们觉得可以吗 所以马上要暴雨 下暴雨了 那个时候已经下了那种 小雨 他们说 你还是过来吧 到我们家 做客 吃点东西吗 我说 吃完了 我可以在这睡吗 他们说 再说吧 再说吧 就帮我请到他们家 他们有五个孩子 我就跟他们吃完饭呢 吃完了之后呢 说要不要喝啤酒 我说 喝一个可以啊 然后就下暴雨 那个暴雨真的很大 于是他们就说 你睡我们的沙发吧 很热情 我没有想到 德国会那么热情 真的 就觉得好像是 就是科班印象来说呢 亚洲人是比较后客 对不对 欧洲人是比较冷漠 但是 这一个家庭呢 还是 还是不错的 有的时候 就是会碰到那种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呢 我的视频 受到一般了 被打断了 就 没时间了 知道吧 就快到我玩 我今天早上 还跟那些 小屁孩 跟他们玩 那个Mario Kart 把他们灭了 我跟你说 我本来很害怕 因为他们11岁嘛 这个Mario Kart 可能玩得很厉害 没门 我把他们真的是 灭了 这是那种小事情 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对不对 不好的事情是 我的拉拉车 被消失了 被没受了 那件事 我给你们讲一讲啊 我那个时候呢 在慕尼黑 德国慕尼黑 以前我上大学的那个慕尼黑 我拉着我的拉拉车 到我以前上过汉学系的那个慕尼黑 要知道的是 我跟慕尼黑呢 我一直觉得好像没有缘分了 或者是 有缘分呢 但是不是开心的那种缘分的 就是我好像是离不开他 他也离不开我 但是我们是 彼此讨厌 我跟慕尼黑 也不是 也不是完全讨厌 有一些比如说 小小妹家常菜啊 那个餐馆 我很喜欢呢 我在那有一些 很好很好的一些朋友 有一些那种 比较凶的那种慕尼黑本土老人 我挺 我挺欣赏的 但是总体来说呢 慕尼黑呢 对我来说呢 不是我的菜 反正 我 我没有想到这些 我就拉着我的拉拉车 走到慕尼黑 就感觉有点 回到自己的过去的那种感觉 把我的拉拉车 拉到我的好朋友的家 李璐 你记得吗 有一个慕尼黑大学的 一个汉学系的一个同学 我的好朋友李璐 他在那边住 在市中心 住了一个小房子 我就到他家 在我到的时候 下大雨 当然 我到慕尼黑 必须下大雨 对不对 我已经完全被 被试透了 到那儿了 把我的拉拉车 放在他的院子里面 李璐跟我说 你把他那个拉拉车的架子 放在院子里面 不会有事儿了 那是那种很深 很深的那种 前面有一个公寓 后面有一个院子 那个院子之后 还有一个公寓 那个就是他住的地方呢 在那个后面 还有一个院子 所以说呢 我们把它放在那个 里面的那个院子 不会有事儿了 拉拉车那个箱子呢 我们把它放在地下室了 这样的话只有架子 放在外面了 而且李璐跟我说 你最好放一个贴纸 你把你的电话号 写到这个贴纸上呢 如果说无业公司 或者邻居啊 或者谁看着不舒服的话呢 打电话就可以了 对吧 结果那个贴纸 我没有放 为什么 因为下大雨 我当时我想的是 首先我被试透了 我想洗澡睡觉 然后其次呢 我要是先要放一个贴纸的话呢 那个贴纸完 马上就湿透了 就就看不清楚了 对不对 结果呢 下雨下了凉天 我的那个 拉拉车的架子 一直放在那个院子里面的 没事儿 于是我出去玩 因为我一直徒步啊 感觉好像想放轻松 去意大利玩 玩一周 在那儿 就是那种很 很无聊的那种 沙滩上躺着啊 晒太阳啊 游泳啊 那种玩嘛 吃那个冰淇淋什么的 在我在意大利呢 马上又回到慕尼黑的那一天呢 李璐打电话 我想 他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 不是说了吗 我现在度假 我不想接电话 我不想做这些事 李璐打电话说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 你的拉拉车 没了 我说 不可能吧 怎么那么大的东西 对不对 这个架子那么大 就就那样就没了 而且慕尼黑也没有那种 好像 我也不知道 就是卖那种 飞铁的那种 那种流浪汉 或者啥 谁会到你的家的 那个后院子 然后偷你这个 拉拉车架子 为了什么 为了几十欧的那种 那种废铁吗 为了那些轮子吗 我根本想不到 李璐就跟那个物业公司 给他们打电话 说我那个朋友的拉拉车 放哪去了 物业公司说 他们给那个清洁工 他没有 他没有那种保安 没有堪能人的那种 他有一个清洁工 好像一周 两周一次呢 会过来 会打扫卫生 就是大概管一管 那些什么灯泡啊 什么 Housemaster 那物业公司跟李璐说 我们好像告诉了那个 Housemaster 因为有一些邻居 好像好像举报了 就抱怨了说 这个 这个外面的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拉拉车的这个架子呢 看着不舒服呢 可不可以收拾一下呢 那个物业公司 就给Housemaster说 你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吧 于是Housemaster呢 按照物业公司那个时候的说法说 Housemaster给那个那个清洁工 跟物业公司说 是的 我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是Recycling Yard 来给你们开个灯吧 能用吗 哎 好 我多好的一个YouTuber 都会打灯嘛 回收站 Recycling Yard 回收站 就是说 那个清洁工 告诉那个物业公司 他把我的这个 拉拉车的架子呢 当垃圾处理掉了 扔了 而且那个物业公司 他们一下 马上 因为他们也怕一些那种 法律上的那种后果 对不对 因为毕竟这个是我的财产 对不对 再那么破烂了 也是我的财产 那物业公司呢 给那个 回收站 给他们打电话说 今天我们那个清洁工 好像送了一根什么东西呢 你有没有看到啊 那个 回收站很大 很多人在上班 他们说 如果今天下午送过来的话呢 或许应该 按道理来说呢 已经被压扁了 因为他们每天晚上都会 都会压扁 也就是我的这个拉拉车 按照那个时候的说法呢 应该 被压扁了 死了 我那个时候还在意大利 对不对 我还在度假 就是我那个时候已经想不到 什么度假了 对不对 我在那坐着 我想我的拉拉车 我的好朋友 陪我走一万公里的那个拉拉车 在乌吉伯克山 死了一台 然后还是复活的那个拉拉车 对不对 有的时候会跟他对话 那个拉拉车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Castaway Wilson 真的是这样 怎么就这样 在慕尼黑死了 对不对 我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anger issues 会有一点那种 我的脾气我控制不了 对不对 但是那个时候呢 其实 我自己都比较静待 因为我没有吼 我坐在那 在我的那个意大利宾馆的 那个阳台上呢 我这是很冷静的思考 如果 我往慕尼黑 扔原子弹的话 我需要给谁一个 提供那种 那种票 让他出来 比如说李路 肯定对不对 肯定要给他一张票 说李路 你先出来 但问题是李路 也有朋友 也有家人 对不对 所以说我当时就想的是 每一个我喜欢的人 给他20张票吧 这样的话 他可以把自己 自己好朋友啊 家人 把他们也救出来呢 我们放那种安全 墨镜呢 然后看着慕尼黑 被我灭了 扔原子弹 那个想了一个两三小时 然后 然后就睡觉了 我也不知道 我那天晚上怎么睡的 但是睡觉之前 我还做了一件事情 我那个时候我想 我这个拉拉车 按那个清洁工的那个说法 好像已经被压扁了 但是 靠 有老鼠在那上面 Great 好大一场 好吧 按照那个清洁工的说法呢 我的拉拉车被压扁了 对不对 按照那个 那个垃圾厂 那个收回 收回债 回收债 按照他们的说法被压扁了 清洁工也是这样说的 物业公司说 我们只能跟你说他们的说法 但是我想如果被压扁了的话呢 也最起码有一些地方 应该还能看得出来 对不对 这是我也不知道 他们那些轮子是怎么处理的 对不对 毕竟这些轮子也不是垃圾 所以说我那个时候 他想 我要么可以低调的去处理 要么我可以高调的去处理 低调的就是 我找一个第二天不上班的人 或者不上学的人 有时间的一个人 让他去那个回收债 那边自己去看 我的拉拉车到底有没有被压扁 要么这个是低调的说法 对不对 低调的做法 要么我可以在网络上 写一个帖子说 我啊老雷 从中国徒步走到德国 一路上有人拿枪威胁我 在哈萨克斯特 我今天两次医院 两次法院 一次我被告 一次我告另外一个人 各种警察那种麻烦 各种事情发生 各种沙漠呀 各别摊呀 各种事儿 结果 而且还有那个车祸 对不对 乌兹贝克斯的那个结果 走到德国 慕尼黑我这个好朋友 这个拉拉车火不下去了就就那样被处理了 就死了 我就选择了后后面那个做法 高调的那个做法 写了一个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然后就说 我这个拉拉车 我这个拉拉车好像按照这个清洁工 按照他的说法呢 按照无业公司的说法 按照那个回收站的一个说法 好像被压扁了 被处理掉了 谁能不能帮我去看一下 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痕迹 还有一些东西吗 结果我那个帖子火了 就是一千个转发 Twitter上各种人转 各种媒体也发现了 那时候首先第一有图片报 Build 很幼很幼很垃圾 但是影响力很大的一个报纸 给我发邮件 发邮件呢 说那个我们帮你 把你的拉拉车找回来吧 我那个时候我看了 我想走了走了走了 这个Build 你不能得罪它 因为这真的太厉害了 其实所有那些hostmaster 那些清洁工啊 那些人 那些在回收站工作的那些人 按照刻板印象来说呢 也都会看图片报 所以说呢 如果他们写文章的话呢 应该很有用的 但是我就不喜欢他们 我就不喜欢那种 拉紧 敏粹的那种 充满谣言的那种 挤右的那种媒体 所以说我就选择无视 结果呢 他们好像是再过几个小时 没有没有收到我的回复 自己写的一篇文章 就貌似好像跟我对话了 其实根本没有 我没有给他们回收件的 另外一些媒体也写了一些什么 Tee Online之类的 还有难得一支报 那个报纸很不错 给我安排了一个采访 一个大姐过来 陪我四个小时 一起吃饭呀 喝点东西呀 吃冰淇淋啊啥 然后好好聊我所有那些 路上发生的那些事啊 我的拉拉车 它的意义在哪里呀 这不吃的那些事 聊完了 聊 然后那个 那个大姐就说 我想您这个拉拉车呢 或许 那个清洁工 他自己想用 他根本没有把它送到 那个回收站 他自己 因为这个拉拉车 对他的说很方便或者啥 但是估计你找不回来了 这个拉拉车或许 你要想到 搞一个新的 我想真的吗 哎呀 我那些时候 真的快崩溃了 我跟你说 结果那个 难得一支报 最多这 他们看文章 然后Bit有文章 Tee Online有文章 各种人转 转我的那个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一些帖子 很多人评论了 很多人 很多德国人呢 也不是特别多 但是有一些德国人呢 给我一些小建议 那些建议呢 一般都是起诉 那个物业公司 起诉 马上有起诉 要告他们 狠狠地告他们 那个是你的财产 你要告他们 但是我不想告他们 就是我不想 进行那些 那些事情 我也不喜欢 被阿富告 虽然 我胜诉了 但是我觉得不爽 我不想 这个事情 我也不想这样处理 所以 我那个时候在想 或许 那个物业公司 因为他们也跟我对话 我跟他们通电话呢 我不是第二天就回到慕尼黑吗 然后跟他们通电话 我跟他们描述了整个 我的这个 土部的这个事啊 他们说 哎呀理解理解 这个拉拉车 也确实很重要的 那个物业公司 他们跟我说 你想想办法 做个新的呢 然后我们让那个清洁工 因为他们是另外一个公司 一个service provider 我们让他们赔产 你的这个这个新的这个拉拉车 你你你慢慢坐 你好好坐 然后他们赔产 他们他们付钱 我说好吧 于是我就开始安排 然后各种好心人 开始帮忙 有一个南南边的一个德国的一个什么哥们 用那种 专业的那种设计的那种软件呢 给我做了 就是他只是看了一些图片呢 给我做了那种technical drawing 我这个拉拉车 他都算好了 需要什么样的钢铁呀 需要怎么焊呢 哪一些材料啊 会多少公斤呢 啥的都跟我说好了 而且给我通电话呢 说你这个新的这个这个轮子呀 我给你买一套 这个他他跟我说 我不确切 这个我给你买一套 各种人愿意帮忙 还有一个叔叔说 这个焊铁的事情呢 我帮你搞 如果要搞个新的的话呢 我们一起按照那个人的计划 那个写那些 搞那些technical drawings 那个人的说法 按照他的drawings 我们搞一个新的拉拉车 我老雷 我那个时候 我其实并不高兴的 因为怎么说这个拉拉车呢 它不只是这个物质上的东西 对吧 它是一直陪着我的这个拉拉车 包括这个这个架子 包括这个箱子 包括我不是还有一个 小的一个那种 打狗 打狗帮啊 竹子那种东西呢 如果没了的话呢 如果搞个新的的话呢 感觉好像不是原来那个味了 对吧 能用 但是就不是那个味了 但也没办法 对吧 我只能慢慢适应 结果 过了一周 那个物业公司给我打电话 说 我们有好消息 我说 什么好消息 他说 你的拉拉车 按照那个清洁工的说法呢 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 从那个 回收站 找回来了 我想怎么可能 回收站不是说 他们每天晚上都会压扁吗 你跟我说 过了一周 你把它找回来了 但是我也没有问 我也没有怎么说呢 职责或者怎么样 我只是想要我的拉拉车 但是物业公司说 有一个坏消息 我说 什么坏消息呢 说 你的拉拉车呢 被据成四块了 好像那个 那个清洁工呢 为了把它放在一个什么地方呢 把它锯了 把它锯成四块 四步 我想好吧 这个应该可以焊 对不对 焊铁 wilding 应该可以搞定吗 而且我不是 已经有那个叔叔 愿意跟我信 做一台吗 那个叔叔 应该也可以焊吧 第二天呢 那清洁工 给我打电话 说 你现在在家吗 我那个时候 就是在李路的家 我在等 因为他跟我说 要在家里等 他说 你在家的话 你下来 我下来 他站在外面呢 我的拉拉车 放在院子里面了 但是他是 一堆 知道吗 他不是我 我所认识的一个拉拉车 而是他是一堆 他真的被据成好几块 而且我问他 我说这个拉拉车 你怎么找回来的 因为我还是比较好奇 对不对 他说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仓库里面了 他那个院子里面有几个那种停车库 有一个比较小 那个是清洁工 他自己放自己的东西 Hosmeister 看嘛 那个Hosmeister 那个清洁工呢 本来就没有把我的拉拉车 送到那个回收站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说的 最开始 还是那个是误解 我也不知道 他呢 从 从 从最开始 就一直把我的拉拉车 锯小了 然后放在他的那个仓库里面 所以说呢 我一直在那纠结 我的拉拉车在哪里 其实我的拉拉车 离我五十米 他一直在哪 我没有生气 我不是说 我有那些anger issues吗 但是 那个时候 我觉得 我开心 我的拉拉车回来了 因为他 他对我来说 真的是朋友 我其实都不在乎了 你是恶意的 还是无意的 还是这个是误解 还是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 我也不管 你把它锯成四块了 我也不管 我拿了一块巧克力 duplo 给那个osmos 给那个清洁工 我说 谢谢你 帮我看着我的拉拉车 而且我不是 我这个不是 讽刺的 我不是来 来来讽刺他的 我是真心的 我觉得 哎 我的拉拉车回来了 谢谢你 我就把它 拿回来了 然后 用车 另外一个 一个朋友开车吧 我们把它送到 那个愿意帮我焊铁的 那个叔叔 他的家 李慕林还有一个十公里 然后我跟那个叔叔 他在那焊铁 我啥也不会 而且焊铁的时候 你不能看 对不对 要不然的话 你的眼睛会受伤了 所以说呢 我一直在那站着 一直不看 有的时候会拍一些图片 但是一直不看 然后他把它 把它修好了 我的拉拉车 于是我把拉拉车的这个架子呢 这个箱子不是 还是放在那个李路的地下室里面了吗 我就把那个拉拉车的架子呢 十公里 从那个叔叔的家 我的那个铁纸 搞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忘了放它 好像走 在这 把它放在哪里呢 我的这个铁纸 我搞了一个那种 算了 放这 你们就信我 我搞了一个那种铁纸 说不要处理掉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打电话 谢谢 然后我又出发了 这件事情 其实我当时 也想跟你讲 对吧 录视频呢 说我的拉拉车不在了呀 跟你讲一些 我路上的一些 最遥远的路的一些故事嘛 但是我一直没有时间 没有精神 就觉得好像 整个 整个情况很乱 知道吗 对 所以说呢 很抱歉呢 这些好玩的一些故事呢 没有跟你讲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话题 挺想讲的 嗯 我最想讲的是 一些跟MeToo有关的 但是 我一直拖着 一直procrastinate 还有 我签那个乐乐 乐乐Fartley 我签她一个视频 因为她不是 MCLR 吐槽 我的那个 对阿富高的 那个那期视频吗 其实我也很想回应 但是 你看 我在这 录音 在我这个小房子下面 外面下雨 今天晚上说 还要下暴雨 我希望 怎么会斜着 下雨 如果斜着下雨的话呢 我就被打失了 而且我希望我们刚才听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到那个 我也不知道什么老鼠什么的 在那个楼顶上在那跑 我希望她不会闹 我希望没有太多虫子啊什么的 然后 然后我今天晚上就这样过嘛 徒步还是好玩 Peace 天黑了 这不是抱怨的意思 但是录这种视频 真的很费时间的 哪怕是我这种第一集视频 就不是说 我想好好编辑啊 加字幕啊什么的 就这种简单的视频呢 对我来说挺费时间的 但我接下来 我还是 我觉得我还是要 多录一些视频 对不对 不要这样 我太忙了 我还是想说一个包主 这个包主 其实让我挺头疼的 因为太多了 这就是 我的意思不是说 不要请我吃包子 我的意思是 尤其阿富 告我那个视频之后呢 好多人请我吃包子 我也很高兴 对不对 但是 我有点忙不过来 其实我还是挺想 每一个都好好给你们念念 对不对 都写了 哪一些留言什么的 但是我忙不过来 所以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 应该怎么处理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想 想说一个 我现在念不了 因为我的电脑不在这 对不对 在拉拉车里面呢 我这马上要下报应 我就 别把它拿出来 但是这个 我是想大概 给你们介绍嘛 这个包主 他叫派大冲 然后他是在 阿富高文 那个视频之前 就请我吃包子 好像请我吃两个包子 谢谢你哦 派大冲 然后但是 这个派大冲 他的留言 其实挺郁闷的 他说 头一天晚上 或者头一天 他的一个朋友自杀了 那个朋友 本来是在 流水 在流 流水线上工作的 一天 十二个小时 一个月 只能休息两天 然后就这样走了 这个派大冲 他说 这个世界 真的太不公平了 该死的人 不死 习近平 不该死的人 就这样就走了 我也觉得 这个世界不公平 就是 我也不知道 谁该死 对吧 对我来说 这个习近平 我儿子平平 他不闹就可以了 不当灵修了 就可以了 就回家 不知道 打麻将 我就满意了 不用他死 普京那种人 回家 种菜 当个老人 退休老人 就OK了 让我们好好 继续过我们的日子 对不对 不要当独裁 这可以了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我不知道谁该死 但是我知道 谁不该死 你的那个朋友 I'm sorry I'm sorry 那个派达冲 他其实给我两个留言 第二个留言 说 什么也不怕了 也不怕死了 所以说怕你一个中国共产党干嘛 就感觉派达冲很伤心 很失望 甚至或许有一点绝望的感觉 我觉得自杀呢 他永远 不止一个受害者 对吧 其实这个也是废话 对吧 首先的受害者是 被自杀的那个人 就是自杀的那个人 是第一个受害者 但是他周围的人 他的家人朋友 那些关系 其实是 第二个受害者 对吧 那么第一个受害者 你已经帮不了什么忙了 对不对 已经走了 第二个受害者就是 你派大冲 我希望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这句话已经说过N多遍 但是 我为什么要一直说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有必要的 找个心理咨询 找一个专业的人 跟他说一下 看看 不是每一个心理咨询 都适合每一个人 这句话我也说过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如果可以的话 找一个人跟他说 说到你的朋友 说到你自己 说到那些 失望 绝望的那些 那些心情 那些情绪 我觉得是挺有必要的 不是说我从你的留言 看得出来 而是我认为 如果你周围 有一个好朋友 或者是一个 一个家人 自杀了 按道理的说 我希望的是 这个社会会 自动的 马上给你提供那种 心理咨询 会说好 你是受害者 马上给你提供一个人 让他跟你聊天 让他 让他 让他给你一个机会 好好跟他说 我希望你有这种点 拍大冲 你保重 我这要下宝雨了 听懂了吗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 我能不能 跟你们说 这种 时刻 现在在这坐着 然后 开始下雨了 这你应该听到的 对不对 然后那个楼顶上 有个什么老鼠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小动物 然后我已经听到 那个暴雨 然后我不知道 我这个地方 能不能睡 什么的 我明天还要土布 周围是 是森林 那个 那个原方 有一个小村庄 后面也是森林 那边也是森林 我挺享受的 Peace 我还会听到 我还会听到 那边是森林 这种森林